解放军陆航旅元旦之后将紧锣密鼓的开展新一年度部队训练 此前有声音传出陆航旅一小时内便可横渡台湾海峡 对此台军事评论员宋赵文1月12号宣称 如果真这么搞只会全部变成碎片 在短暂时间内不少网友都对其言论表示哭笑不得 逢到一看就是外行人说的话 据台媒12号报道 对于解放军陆航旅的作战能力 宋赵文12号在脸书上发文表示怀疑 他声称解放军目前大型直升机不足 尚无力编组数个空中突击队 就算真有那么回事 百架直升机突击台湾的行动会很快被雷达侦破 接着将会变成碎片报销 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直升机十分脆弱 使用一般轻武器如机枪步枪即可解落 美军在越战时被越共打下5000架直升机 即是着名案例 2017年底台当局防务部门 曾发布所谓的2017年国防报告书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就以郑重回应称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哪里来的什么国防报告书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势官方往来和联系 任何侠阳自重以武剧统的图谋都是徒劳的 未来往新闻综合报道 中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势官方往来和联系 中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势官方往来和联系